直话直说 由卢军红台长为您主持 今天是2018年的6月22号 星期五农历市5月初九 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 文姨你好 喂 你好 喂师傅 你好 喂师傅 请讲 声音好小听不 听得见吗 想一点吗 好多了 感恩师傅 让我这种感恩菩萨感恩师傅 讲吧 师傅请师傅写个梦 然后就是弟子非常忏悔 到了这里之后呢 就是这都第三次梦到这样的情况了 弟子太语气了 脑子里有时候好像 有时候就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念不对 然后晚上睡觉前就快睡着的时候 总会那个就是这个腿吧 就是好像突然就就就就本来是拳着的吧 然后就突然被顿了一下 然后就晚上做梦就是有这都第三次了就梦着穿的衣服很少 弟子知错 弟子求师傅辞得给开释 那就是犯邪淫了 邪淫的话你就要就要受到那种畜生般的惩罚了 可是弟子脑子里没想这个事 没想这个事过去有不了 没想这个事过去有不了 应该有 好了 过去的事情你以为过了就过了 他到了时间就报了你不知道 哦是这样的 我还以为是弟子脑子的思维不干净 所以才卡通这样的后果 当然了 你思维如果不干净 不跟跟犯邪淫一不一样啊 听不懂啊 那弟子如何能够求菩萨消除这是不好的东西 很简单了 平时要干净啊 平时脑子一定要干净啊 明白了吗 嗯 一点杂念都不能有的 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说你如果我们是修心灵的人 对不对啊 学佛的人 如果你有一点点脑子出偏差 你就不跟一个人修行为的人 行为出偏差不是一个概念吗 对不对 嗯 嗯 好 弟子知错 弟子忏悔 弟子也希望在不停的修行中 能够改成这些不好的意念 希望能够 克制啊 克制不容易的 克制不住 克制不住的话 时间长了 他会成为一种习惯 这种习惯可能会伤害到你的 弟子想 弟子一直在想 从心里就是能够出来的第一个意念 就是对别人能好的 把自己就是没有自己的那个意念 嗯 但是现在就是比以前稍微可能进步了一点点 但是进步太慢了 有时候还是有一些不好的念头就冒出来 然后第一个念头出来的可能有时候还是自私的 求菩萨和师父慈悲原谅弟子 你是人你又不是菩萨 你修的没那么好 所以你出来的杂念自己学会忏悔 忏悔那么就好了吗 嗯 弟子忏悔 明白 好 第二个就是说求师父 嗯 开始有一个小同修 他刚刚去国外读书 他在那个观音堂结识了一位师兄 那个师兄说可以住到他那里 等他跟学校的合约结束之后 然后那个师兄嘛 就说评价 大家对他评价也挺好的 可是当晚这个小同修就梦到 这个师兄跟他说 呃 他还是有时会吸毒的 呃 然后就是 以吸的比较少 所以不会 所以不会被查到 这个梦是说明什么意思呢 师父 走偏差呀 说明他脑子里意念有犯罪的行为呀 脑子里意念有犯罪的行为 听得懂吗 那他这个小同修能去到时候跟他一起合纸吗 嗯 至少说这个人脑子里有偏差了 嗯 住是没关系的 反正不要受他影响 嗯 好 然后还有就是海外有个同修 他原名叫刘波 然后是八九年属舍的 他呢 就是说当时有个就求过菩萨帮他改名字 他想有个英文名字 那有一次他就是梦到在海关检查 他有两本护照 一本旧的 一本新的 呃 然后就师父好像多看了 然后还问他呃 匣子怎么样 就是那个采匣的匣 然后他对这个匣子可能不是太感兴趣 呃 后来就是师父就跟他说 你在南南宫里有个神仙帮你找了找好名字了 然后师父没说这个名字就醒了 那请师父写梦 也就是说他是有护法神保佑他的改名字的 嗯 明白吗 嗯 导佑他改名字 那他怎么如何知道他 英文名字啊 嗯 他原名叫刘波 嗯 师父在梦里跟他说过一个匣子 嗯 匣 Steven啊 呃 让他听广播吧 嗯 叫他念 叫他叫Steven不是吗 我也不知道他男的女的 嗯 男的女的你都不知道啊 你叫我给他改名字 对不起 他他 你开什么玩笑 这名字是个同修转过来的 这名字是一个男的 你要问的吧 你们都不问怎么用啊 嗯 嗯 行 我我看一下 然后还有就是我想问一下 就师父当时给我改名字的时候 是在广播里改的 是我弟子后来才知道改个名字 得这么长时间 嗯 弟子最长 哦 对刚才那个名字他是个女的 刘波那个是个女的 是吧 嗯 慢慢再改吧 这个就麻烦了 嗯 行 好吧 呃 Steven Steven也可以的 这个女的也可以 S-T-E-V-E-N 啊 我听的反正挺好听的 那让这个师父 师兄自己听广播吧 好像 呃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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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行不行 不行 这名字不行 嗯 所以这个事情慢慢改吧 用英文名字慢慢改吧 好吧 嗯 行 回头上的发邮件给给秘书出物吧 师兄 不是师父 你看行吗 对啊 嗯 好 呃 感恩师父 女的很很很少用 主要是男的 女的基本上 不用了 嗯 可以可以给他起个名字 叫什么 嗯 没有也可以 没有 M-I-A 没有 也可以 哦 好 没有 嗯 好吧 嗯 好的 嗯 弟子非常感恩师父 当时最新给弟子起名字 呃 弟子还想在广播里说 就是我感觉我们所有学心灵法文的这些人 其实当时没学之前都是一些苦难大众 包括我自己都是当时身心非常受苦的时候才遇到心灵法文才开始下决定去学去做功课的 所以每一个学心灵法文的人都有这个深通感受 所以我就希望那个不了解我们心灵法文的人在听我们的广播的时候我希望他们也能明白 你看所有学心灵法文的他们都知道这个钱本身就有业障不会去贪钱 这个权力也是非常是贪钱吃毒 然后也不会去贪权力 所以我们这些人都不贪 所以我们这些人走到哪里都会把好的东西带到哪里去 所以很多国家都欢迎我们心灵法门 我也希望所有那个不了解我们心灵法门的人能够明白这一点 所以就是 我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 我问你一句话 对不对啊 我问你 你说上天的人多 还是普洛大众多了 上天做菩萨的人多吧 对不对啊 你不可能你全部能够让人家都跟你觉悟一样啊 没办法的 随缘吧 小妹妹啊 明白吗 你有芥蒂那就有问题了 那谁不被人家讲啊 被人家讲 那么就讲了 宵夜了 什么办法了 对不对啊 对 你要出来做事情 哪里不被人家讲呢 你今天是劳动模范 不被人家讲吗 对不对啊 你今天是你平时你们夫妻两个还没有结婚 还没有生孩子之前你们两个当然可以自私点了 孩子生出来之后你们两个自私 那就要被孩子讲了 那就要被孩子讲了以后大起来 对不对啊 对 所以这个人有责任的 没有关系的 这个一点点小风小浪的 不得了 所以我觉得你这种 还是挂爱心啊 不要有挂爱 有什么挂爱的 对不对啊 对 人家要 人家要讲你 你封不了人家的嘴的 让他去讲好 他造口业 他以后出大事 对不对啊 对 他诽谤人家 他以后下地狱 那是我们不诽谤 我们不下地狱 就可以了吗 你有你有这个必要再去这么执着的这些问题吗 没有必要的 明白了吗 嗯 心无挂爱 无所谓的 像你们这些孩子属于经不起那种风风雨雨的人 所以很多很多女孩子为什么都经不起风风雨雨 最后就自己啊 自缠啊 自己啊 自闭啊 忧郁啊 都这么来的呀 嗯 明白吗 明白 嗯 好 感谢师傅 还有个梦想 请师傅见 就是当时请师傅改完名字之后 当天晚上就做了个梦 这个梦嘛 弟子一直很疑惑 呃 就是说在那个高楼林立的地面吧 然后有一个男的呃 年轻的人 然后他突然 他就说呃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然后他就腾空而起 腾空而起 就后来他背上好像还有一个女女士 再然后他就飞越那个呃 就很高的天空 就是然后他就飞到对岸去了 然后想知道这个梦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师傅 没什么意思 你不认识的人 那你就看见仙人了呀 他救人嘛 他救人嘛 嗯 那你说他背上那个女的是 是我吗 是救的是我吗 这很难讲 你当时这个如果在梦中没这个感觉 就不一定是你了 我感觉那个女的有点像我 啊 那就是你曾经 你就当心了 现在已经有人救你了 蛮好的 那很久之前了 然后他就腾空而起 他就他就飞飞到对岸去 然后就离开 就这个这个女的就跟他离开了 那很简单 你要把你背到彼岸了吗 很多人度你度到学到心灵法门了 人家也离开也有的呀 他也不一定一定要跟你一直在一起的了 哦那是原来是救我的人 我以为是我的另外前世的灵魂啊什么的 度你的人吧 我想应该是 嗯 然后我那天还梦到就是特别蓝 特别蓝的那个大海 然后有三只船 中呃 中间反正是个大船 然后在这个船的呃 左手边是一个小船 特别漂亮 特别白 然后有一个特别特别漂亮的女士 然后梦里就说 见过他 然后他穿的就是那个蓝色 深蓝色的特别漂亮的衣服 但他那个裙子盖着的是个白裙子 后来我想可能是观世音步子 感观世音步子 你已经 你像你这种孩子 如果学佛这样执着的话 你会抽片扎的 哦对不起师父 你别以为师父会看到你这么感动 会说你好话 因为任何一个人感动是在心里的 嗯 表面上说出来的人 并不代表你内心真心感动的 没用的 明白了吗 明白师父 好好地坚强一点 嗯 你这样下去你要得忧郁症的 我我原来就有忧郁症 好了 我后来学心灵法门就好 慢慢好的 你现在好了是好了 但是你还会 还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听得懂吗 我还没有完全好 我觉得 最近有时候还有很多 你想想看你有这么多的挂爱 你会好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你要学先学学师父了 把你师父先学就好吧 你还学菩萨的 你看看你师父坚强不坚强了 坚强 好了 有什么事情了 你又不是想在 想在人间怎么样怎么样的 你以后到天上去 好好修嘛就好了 在人间这个过程 好好吃点苦 好好修点新闻就好了吧 嗯 什么了不起的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哎 好了 知道我们就好了 你自己就像过去婚姻一样的 为一个男人去死 你真的是轻鱼红毛了 一钱不值的一个女人了 一个烂女人为一个男人 就是这么自杀了 你说这种女人有什么出息了 爸爸妈妈白生出来了 这种女人有什么用了 我告诉你啊 烂的 臭钥匙 真的 人家不要你们就不要你了 人家要你们就要你了 你是货品啊 今天我要买了 哎呦 这个货品卖出去了 人家要 人家退货了 哎呀 这个货就扔到垃圾了 你是货品啊 人呐 要有自尊心的 改吗改不了了 毛病吗 一大堆 有什么用啊 听得懂吗 弟子受教 感恩师傅 那现在请教师傅个 设佛台的问题 就是我们设佛台的时候呢 经常会就是佛台的仪式 举行完了吧 然后可能会说一些 就是说比较吉利的话 比如说求观世音菩萨 加持某某 观音堂那个佛 佛光普照 然后诸师顺利等等的 这些话说完之后 不会有什么其他影响吧 我们有范本的 我们有范本的 打电话到东方电台来要 打email过来 你知道东方电台那个 这个电邮了 知道 过来问 我们全有范本的 好吧 好的 乖一点了 你不要在忧郁症复发 复发了之后会 会非常危险的 听得懂吗 不会的师傅 我当时忧郁症也是轻微的 就是时不时的会有一些 不好的灰色的想法 但是我都会克服的 我没有那么严重 没那么严重 要记住 长期的不 长期的不自好 就会严重 明白了吗 明白 好 那师傅 那要是已经 受害在过程中 已经对对方说了 比如他那个 有个孩子的话 我们就会 针对他这个孩子 就说希望菩萨 加持他开智慧 将来广度有缘众生 这个会备业吗 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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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挺好的师傅 那我想不起来 其他问题了 感恩师傅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诸位 护发神菩萨 再见师傅 喂 你好 哈喽 你好 你好师傅 啊 啊 师傅 请讲 哎 好 师傅你好 哈喽 啊 请讲 好 弟子向关世音菩萨 请安 向师傅请安 嗯 师傅 辛苦你了 啊 师傅 请教你啊 呃 在白话佛法里 世界上任何东西 都是假有 不要认为拥有了 就永远拥有 什么都会变的 要用动 这种客观的思维方式去 你就不会哭泣 就不会难过 不会伤心 请教师傅 这你的动 用客观的思维方式去看 实际上理解 动嘛 就是无常呀 不懂啊 你今天难过了 你不一定明天难过呀 你今天开心了 你不一定明天也开心啊 这不叫动吗 哦 一切在变动当中啊 这还不懂啊 叫无常 所以不开心也不要不开心 开心也不要太开心 这就在动 因为整个世界都在变化当中 明白了吗 哦 那么 那么这里 用静呢 用什么 用静 安静的静 师傅 静就是静下来 静能生智慧啊 哦 你问你你生气的时候是不是人家叫你安静啊 明白 你生气的时候人家在变化跟你说 来跳跳 嗯 好啊 明白了吗 好 这样 哈喽 啊 这样子 这样子动和静都相符相成了 对啊 随缘调节的呀 动静如一呀 动了就是静呀 静就是动呀 因为你静的时候表面上静了 你心里静不了 你心里也要安静呀 才会产生出智慧呀 明白了吗 对对 明白明白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接下来 知前事因色即是空 知不知果 空即是色 请教师傅 如何理解这一句话呢 弟子真的不明白 你说什么 我没听清楚啊 啊 对不起 说 知前事因色即是空 知后是果 空即是色 请教师傅 如何理解这一句话呢 弟子真的不明白 真的不明白 你还真的不明白了 你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要想到果 听不懂啊 你今天吃饭了 你就要想到果 吃饱了 下午就不能再吃了 听不懂啊 知音 灯果 这还不知道啊 你今天所造的一切 不是你种下的音吗 嗯 好了 好好 这种问题 打到东方电台门口 他们都会回答你 OK 好好好 好 无力而为 无力而为 和尽力而为有什么区别呢 尽力而为 无力而为 你不管怎么样 你有力就要为 你没力也要为 这就是这个意思 听得懂吧 OK 你有能力的也要去做 没有能力也要想去 想办法去创造能力 去帮助别人做 这就是菩萨 听不懂啊 OK 想办法 嗯 明白 明白 明白明白 感谢师傅 感谢师傅 接下来 人称要降伏自己的烦恼 因为烦恼会引来仇恨 靠智慧来转 来降伏 然后化解 这样你才会跟菩萨的气场接上 才会得到 才会得到空无 在无量光 无量寿 请问师傅 怎么理解空无 在无量光 无量寿呢 像你这种 最好不要在这种地方问 因为这个都是 拜华佛法的问题 你可可写过来 我让法 我让我的弟子法师回答你们就可以了 好 明白明白 对不起师傅 因为这个都是 这个都是白话佛法的问题 因为 给你们创造这个 权益问答的电话 主要是为你们一般的在家庭上啊 学习 好 就是比方说在 在念经啊 学佛啊 度人啊 或者家庭问题上 有什么问题的 你这个已经是学术问题了 明白吗 明白明白 对不起师傅 好 这里 请问师傅 在儿童佛学班 怎么跟小孩子说 生老子 因为哦 有些孩子听了后啊 回去跟父母说 我不要长大了 请师傅 撕杯举例子 一个小孩子说 不要长大了 这种概念性的问题 你说 你能父母亲 能回避吗 小师傅 你不是跟你爸爸妈妈讲过 我不要结婚了 你怎么后来结婚了 嗯 对不对啊 这种问题 有什么好回避的 有什么关系了 就是说 给他创造一个问题 question 然后你可以根据 他的小孩的问题 孙尊善幼 让他们明白 人间生死无常的道理 这有什么关系啊 就是应该让他们知道 人活着 因为有死的 所以要更加珍惜时间 不要浪费光阴 你们你们怎么 你们怎么一辈子 已经过了半辈子 怎么浪费了这么多时间呢 就是没人跟你们讲啊 你生出来 你会知道 有死的一天呢 想都没想过 明白 因为你们太年轻了 哎呀 你们有得过呢 很多人死的之前 就是想 我以为我会活很长 听得懂了吗 嗯 明白 好 就用这种方式 就跟我们的小孩子 有什么不可以啊 你让小孩子早点懂道理 有什么不可以啊 小沙咪呢 这么小就懂道理了 道理不是说 你可以隐瞒的啦 你要告诉他的 嗯 对不对啊 明白 有什么好隐瞒啊 就像很多 过去为什么 很多小孩子 不知道结婚啊 什么什么 男性女性啊 他都不懂 你为什么学校里 有这种课程了 你不能 你自己不懂的话 人家教你乱七八糟 你变得更坏了 你还不如老师正面教育呢 有什么办法 对啊对啊 他有经过啊 这小孩子都很 这小孩子都很聪明了 早熟哦 聪明了 是啊 是啊 他们很小 他们就很懂 很多事情了 这个是 因为这是末法时期 轮回啊 轮回啊 这种每年轮回 这种事情 他们都熟悉了嘛 哦 这样我们就可以跟他 嗯 明白 明白 刚刚师父 刚刚师父 师父 这里啊 有一位 他是佛学班老师 时常在要去佛学班教课 或是老吃背课之前啊 身体总是不熟 比如头痛啊 肚子痛啊 头晕等 甚至有时候要吃药 才能出提佛学班和课 请问师父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阻碍呢 小孩子身上有灵性啊 哦 OK 有灵性 那么你去教导他 你有没有帮他背了啊 要啊 这还不懂啊 你帮他背了嘛 你就会头痛了呀 哦 OK OK 那么 呃 这位老师应该如何去化解这个 这个这个问题呢 多念经啊 平时都努力啊 去上课之前 去跟观星 不再讲啊 嗯 明白了吗 好了 嗯 OK 明白明白 感谢师父 呃 这里 OK 师父 这里关于消除业障的小房子 老中秋在很不顺利的时候 可以念一波二十一张 消除业障的小房子 这里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师父 没有什么注意 说明有业障 不顺利有业障 就好好念吧 哦 OK OK 好 接下来就是 对于新人或业障中的人 念念着 念着消除业障的小房子 会激活 有新人也担心 就问 那平时念的小房子 会不会也激活呢 不会的 哦 小房子没 没很大的量 还要根据他前世有没有造业 啊 没有很大的量 一般都不会激活 嗯 明白 那么 师父啊 感谢师父 这边呢 消除业障的小房子啊 说到 呃 会激活啊 怎么 为什么会 为什么会激活呢 你给他 你 我欠你 我欠你十万块钱 我开始还你了 我五块五块还你 你说你会不会着急了 你会不会 你会不会说 你还到哪年哪月啊 会不会讲了 嗯 好了 明白 好 这个是你最后几个梦境 方中修问 就是啊 同修梦见师父的法师 道师同修要帮孩子念解决咒 化解他以后感情上的 有些感情在要 现实生活中 这个孩子今年才两岁半 是宿宝宝 我希望孩子长大以后能清修 以大家为家 弘法一生 正心正念 行佛道 在他的年代把观世音古代的 性灵法门传承下去 请问师父 同修是否动了这个意念 所以师父的法身 就来告诉同修 现在 在孩子还小的情况下 就开始为这孩子念解决咒 来化解以后感情上的冤结呢 是啊 就是因为他的发心啊 哦 OK 那么 同修还问 呃 这个同修已经开始念了 他起求不上妈妈化解孩子某某某 长大以后感情上的冤结 请问师父可以这样起求吗 可以 可以 好 高恩师父 那么需要长期的念 还是念到孩子长大吗 用不着的 嗯 念什么经啊 你说念什么经长期的念 这个解决作 解决作可以一直念都没问题 哦 OK好 好 当然师父直接开始 接下来就是 同修梦到与两位不认识的女师兄 各自领取汽车 然后师兄千分付万分付 同修要把姓名法门的布条 放在窗口 而且还说 上车了要赶快关窗 要用姓名法门的布条顶着 不然会被抢劫 然后同修驾车一路上 看见路边有很多很多土地公公 被废弃 同修怕该经过的路途会创上土地公 他就选择劳入而离开了 请师父吃美点梦 劳入而什么你说 因为劳动还解决 解决什么问题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有几位师兄呢 他们就各自去领车 然后呢 就跟AA同修说 跟他说 你千分付万付告诉他 一定要把姓名法门的布条 放在他的车的窗口那边 然后我上车了 还跟同修说 上车了要赶快关窗 要用姓名法门的布条顶着 不然会被抢劫 那就叫做心中有魔呀 心中有魔 要他把姓名法门放在心中呀 把姓名法门放在心中 作为他自己的护法呀 挡住他自己内心不好的东西呀 这个还不懂啊 师父 是不是我们平时连在车子的 那个 供给位电话号码在中啊 你不要太笨吧 你不要太太 你不要太不开悟好吧 怎么跟车子有关系呀 就是讲比喻呀 依人手法呀 讲你的人呐 哦 车呢 明白 开玩笑了你 你怎么不开悟的了你 对不起师父 对不起 你怎么学的 你白话话话怎么学的 我搞不清楚了 一点都不开悟的 好 感恩师父 同学 感觉像两位四伟对他说 两天后 必须要你的血和人 好像是要把 即便还是送到王上那里 旁边摆着宽大的台车 感觉像专门的一种棺材 是准备同学的 同学又穿着一身白裙 还摆弄着 什么躺比较好 门门一点都不害怕 请师父 设备开 这是前世节吗 应该是的 哦 对 那么同修已经许愿念诵 108张小房子 每天念108张小灾 还要念诵礼佛吗 礼佛肯定会 礼佛要念的呀 你说你今天吃菜了 饭不吃啊 你今天吃饭了 你菜不吃啊 好 明白 当然师父 这里最后一个梦境就是 还有同修 每年都会梦到一次 或者两次前世被杀害的 你会知道夜障身中 没有指定要经者的小房子 都是108遍一波 这不停的在扫充 当学了一千遍 不处夜障的礼佛 请问师父 要怎么做会更好呢 没怎么做 蛮好的 多念经 多修心 少用心 多念经 少用心 清净心 无碍心 慈悲心 才会出来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好 感谢师父 感谢师父 这里最后 同修每次新加坡法会 一次摔得全身多处伤口 另一次摔得骨头痛了接近三个月 请问师父 这是消了一个大节的吗 有时候是消大节的呀 人家说呀 人家说消一个节过一个节呀 就是这样 得到大加持之后 你心中本来身上有一个大的节 你就可能会消掉了 明白 明白 好 师父 我的问题 问完了 我就举一个 我就举一个例子给你听听 你比方说 你曾经 你今天 不无意当中 你开车 把人家撞伤 撞死了 嗯 无意的嘛 对不对啊 但是你在这个 还没有开庭之前 你拼命的忏悔 去安护人家家里 家里人 还不停的赔款 最后法官 就说 罚你 五年监禁 但是呢 六年在社会上劳动 就是缓期执行 那你说 你是不是大事化小了 小事化无了 对啊对啊 就是这样的吗 你开法会也是的 你带着业障去的 你本来有很大的节呀 你因为做了功德了 有业了 就是把业削了嘛 你帅一跤 把这个灾难 摔掉了 不就好了吗 过去很多人 算命人也 他们那些人 去算命 他们也不学佛的嘛 人家算命人 说你会被车子压死啊 结果他就 拼命到跑到庙里 去磕头啊磕头啊 最后压了残废了 好了 人命活下来了 你说这不叫小姐啊 那我们呢 你一球 撞一下 人一点没事 那不就是 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吗 这样还不懂啊 对对对 感恩师父 好了就这样 好 师父感恩你师父 再见再见 再见 好 听众朋友们 那么 这个 自画自说节目呢 到这儿结束了 非常感谢 听众朋友们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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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